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接着讲那些离婚的人们 我们接着讲中国伊万卡第六篇的故事 上一期我们讲到了伊万卡和她的帅老公背井离乡 到了迪拜去淘金 两个人相依为命 但是友情饮水饱 他们的爱情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茁壮的成长 但是由于租房子和开公司的原因呢 有一个叫大黄的男人掺和进来了 其实这个男人的条件也非常优秀 然后她呢就看上了美貌动人的伊万卡 曾经悄悄地示爱过一次 但是最终没有下文 目前伊万卡的故事已经播出了六期 请那些没有订阅的小伙伴赶紧按订阅 千万不要错过了精彩的时光 请已经订阅的朋友呢 千万别忘了点赞和打赏 而我们这一期呢就快一点讲故事 这样的话就可以多讲一些他们的爱情时光 有一天呢伊万卡有一个大学同学来迪拜游玩 然后他们夫妻两个人呢就请这个同学吃了一顿饭 由于夫妻两个人的经济条件有限 所以吃完这顿饭之后呢就没办法再进地主之谊了 伊万卡觉得有点没面子 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人在接待了这件事上闹了一点小矛盾 随后呢他的帅老公呢就回公司上班去了 这个时候呢大黄就杀出来了 大黄是一个非常能洞穿人心的人 而且呢他又有一辆很豪华的车 所以那次的接待任务呢做得非常的圆满 也让伊万卡呢就是做足了面子 在送走了伊万卡的这个同学之后呢 伊万卡对大黄说了一声谢谢 接着他要离开 这个时候呢大黄恳求他不要离开 随后呢他说出了一个原因 他说今天其实是他母亲的一个忌日 他今天特别不想自己一个人待着 希望身边有人能陪他说说话 结果他这句话呢就把伊万卡给惊到了 因为再隔一天就是伊万卡在蒙古认识的 那个前男友的忌日 他们两个人之间只隔了一天 所以由于某种很奇妙的原因吧 伊万卡就留了下来 然后在他的公司呢听他讲一些故事 这一集的故事呢非常非常的奇特 没有那些吃瓜群众想象的 伊万卡是不是出轨了 然后他是不是移情别恋大黄了 接着呢导致了他和他的帅老公的分开 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们都不是 但是至于为什么他和他的帅老公分开呢 你们就接着往下听吧 我也曾很多次的问过自己 我说这是不是伊万卡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啊 但是我觉得我都编不出这样的故事 因为像什么包鸡去做手术啊 吃茶泡饭啊 去抵一败淘金啊 这种故事我都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非常坎坷的故事 在聊天的整个过程中呢 他们是一个非常和平的状态 既没有那些吃瓜群众想象的什么强吻呀 或者是限制人生自由呀 或者是上下其手呀 都没有这种情况 因为两个人都沉寂在了一个悲伤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呢大黄才说呢 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结婚对象了 还没有结婚 但是他呢不喜欢对方 但是对方的条件呢 以及这几年的朝夕相处呢 就是让他也无法做出一个分手的抉择 就是直到以万卡的出现了 然后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 非常强烈的分手的动力 这个时候的以万卡呢 他还是非常冷静的 因为他和他的这个帅老公呢 他们属于一个相依为命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他就原原本本的把自己的经历 就是前男友如何丧生 自己如何出了车祸 接着呢又死里逃生 随后呢又战胜病魔 重新恢复自由人的健康 随后又认识了他这么优秀的一个帅老公 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全部讲述给了这个大黄 结果大黄听完之后 除了目瞪口呆以外呢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不是你最终的归宿 我才是你最终的归宿 而且我的脑子里面 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 就是茫茫人海 你就是我要等的那个人 因为那个时候的伊万卡呢 跟他的帅老公的感情非常好 即便是大黄再说这样的话呢 他也会非常斩钉截铁的 就是打断对方 或者是拒绝对方 当大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 伊万卡呢是不为所动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伊万卡呢 和他的这个帅老公是相依为命 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所以呢他就质疑要走 于是这个时候就出了意外 因为大黄不想让他走 所以他就把手里的这个电子门锁的按钮按了一下 玻璃门就被锁上了 可是呢伊万卡呢就强开 墙壁上的那个实物按钮 两个人一开一关 一开一关 结果这个玻璃门的电子门锁就彻底坏掉了 一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两个人就彻底慌张了 首先呢大黄表现出了非常的抱歉 接着呢他一边通知保安呢 一边呢就开始用工具砸门 最后导致呢自己的双手呢也是鲜血直流 这个时候的大黄呢非常善解人意 因为他害怕伊万卡说不清楚 所以他主动给这个帅老公打了一个电话 说他的伊万卡在自己的公司出了一些意外 于是这个帅老公很快就来了 当这个帅老公来了之后呢 伊万卡呢就紧紧牵着他的手 他的第一个念头呢就是要离开 可是当他离开之后呢 他又发现呢自己太残忍了 因为大黄呢毕竟还是打碎了那个门锁 拯救了他 可是自己呢也没有对他受伤的双手呢 虚寒问暖 是不是要去医院 所以呢就是他的情绪非常不好 伊万卡的睡老公呢非常的聪明 他什么都没问 但是他什么都懂了 他老公呢就抱住了他 有一刻呢什么都没说 但是能感觉到呢他心情很复杂 接着呢他就死死的稳住了 伊万卡 随后呢他说 好了今天的事就这么过去了 他不是一个坏人 但是是一个有危险的人 而接着呢伊万卡的这个老公呢 就对伊万卡说 他说我既然选择了就是美丽动人的你呢 那么我也会预料到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同时呢我也要接纳这一切 伊万卡的睡老公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也就是说他对一些突发的事情呢 他是有预知度的 随后的这个睡老公呢 他就做了一些改变 首先就是他更加虚寒问暖了 甚至他连卫生巾这种东西 他都会给伊万卡买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 这句话是有功效的 我在后面会解释 其次呢他对黄老板的这个态度呢 从原先的非常的自信 变成了一个捍卫家园的状态 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 接着我们讲第二件事 伊万卡跟他的睡老公应该在认识之前呢 就很喜欢潜水 所以他们到了迪拜那个地方之后呢 他们经常在业余时间呢 一起去潜水 有一次两个人潜水的时候出了意外 当伊万卡浮出水面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的左耳的听力失聪了 接着呢他很快就被送到了医院 当伊万卡被送进医院之后呢 在繁琐的检查和确定治疗方案的过程中呢 医生又发现他怀孕了 这个时候呢 医生就在咨询他的家属 因为有一些药呢 他是对胎儿有伤害的 所以他们正在确定治疗方案 可是刚刚经历过大手术的伊万卡呢 他此时非常害怕自己的身体再度失去健康 所以他的态度呢是坚决不要孩子 要用所有一切可以治疗他耳疾的药物 但是他帅老公的态度呢 刚好恰恰相反 他说他要这个孩子 于是这对小夫妻呢 在这上面呢又产生了很多矛盾 随后呢为了平衡矛盾 然后也为了尽快的治病救人 没办法的情况下呢 夫妻两个人呢又把大黄给叫过来 其实这个大黄呢 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 只不过呢他晚遇到了伊万卡 所以呢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 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在大黄的帮助下吧 伊万卡很快的就确定了治疗的方案 但是很多药物都是对胎儿有伤害的 所以伊万卡呢就决定拿掉这个孩子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最后伊万卡呢治好了他的左耳失聪 但是呢他失去了这个孩子 这件事如果没有大黄参呼进来的话 那么也就是小夫妻的一个决定 因为小夫妻还年轻嘛 所以他们今后有很多机会 可以再要自己的孩子 应该不会影响他们的感情的 但是恰恰是因为在异国他乡的医院里面 需要大黄这么上上下下的去打点和穿梭 而且在这个医院里面 大黄认识的医生呢还询问大黄的意见 所以大黄的意见和伊万卡的意见是一致的 于是呢这个事呢就有点变味了 因此拿掉孩子这件事情呢 在帅老公的心里呢就变得不那么单纯了 其中有一天晚上当大黄坐在伊万卡的 这个病房里面的时候 说了一句和夏威夷调色版大叔一模一样的话 他说你们终究是要分开的 他只是一个过客而已 他不是你的归宿 而我才是你的归宿 至于为什么大黄会说出和那个夏威夷调色版大叔一模一样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想明白 但是我想劝大家一句 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 假如说伊万卡在他的帅老公家住的比较顺心如意的话 他是不会背井离乡去迪拜的 还有就是这个帅老公的弟弟 即便是对他有些不喜欢的话 但是也不会对他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所以他也就不会遇到大黄了 那么如果不会遇到大黄呢 也就不会潜水 不会潜水呢也就不会左耳适冲 不会左耳适冲呢也就不会流产 所以他命运如此坎坷呢 也跟他自身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在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中呢 我先讲最重要的事儿 由于伊万卡呢斩钉截铁的拒绝了大黄 在没有任何念想的情况下呢 就是大黄也不再纠缠伊万卡了 但是他做出了一个举动 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很快呢大黄的女朋友呢就怀孕了 他们应该也是奔着婚礼去的 可是千料万料谁也没有料到 就是大黄给自己即将出生的这个女儿呢 取名的就是伊万卡的名字 假如说伊万卡叫刘丹的话 那么大黄跟他是一个姓 于是呢他也给他自己的女儿取名叫刘丹 这件事情呢是伊万卡第一时间知道的 但是他内心很慌乱然后他也很恐惧 他不知道怎么去跟他的帅老公描述 如果按照一般正常人的逻辑的话 伊万卡和他的老公因为治病的原因呢 他们先决定不要这个孩子 将来小夫妻两个人等到条件允许的时候 他们再去生自己的孩子 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可是就是这么多意外的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的撞在了一起 让伊万卡的老公呢 有非常多的匪夷所思的解释不清楚的情绪 这个情绪呢也影响了他们感情的甜蜜 至于说大黄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女儿取名 和伊万卡的名字一模一样呢 具体的原因呢伊万卡没有告诉我 这么多年呢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事 今天拿出来跟大家讲述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参与和我的讨论 这么多年来我研究伊万卡的人生呢 就像研究博士论文一样 星座 雪形 五行 八字 心理学全都用上了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伊万卡可能给我省略掉 他和大黄之间某些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和大黄之间 确实没有什么超越其他情感以外的感情 只不过呢就是因为伊万卡这个人的伤官太重呢 所以导致呢就是他命运非常坎坷 三个呢就是伊万卡的帅老公应该和大黄应该有一个殊死的决斗 只不过这次的决斗呢没有用枪也没有用炮 所以呢伊万卡并不知道 你说一个男人究竟受到什么样的打击才会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诅咒 被羞辱以后的这个大黄呢就做出了这么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 可能有的朋友觉得不以为然 不就是名字是崇明吗 但是我不这么看 我总觉得大黄的做法就是一种诅咒 你想啊他把他自己的女儿的名字起名跟伊万卡一模一样 那名眼人都能看出来就是他喜欢伊万卡 但是又不能得手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法呢去恶心对方 或者说去怀念对方 那么这对于伊万卡的帅老公来说 就是一种莫大的羞辱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但是我一直想不明白原因 所以我今天讲出来之后呢 我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参与讨论 在下一集的时候呢 我会跟大家讲伊万卡的帅老公得知这件事情之后的反应 同时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句题外话 做人不要那么小气 如果当初我对伊万卡动我手机的那个行为 表现出非常的愤怒的话 那么我现在也就不会得知 这么复杂和曲折的一个故事了 那么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呢是一个损失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喜欢我频道内容的朋友呢 别忘记一条龙 订阅点赞和小铃铛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请你抓紧订阅 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时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